看看啊 咱们这叫水馅大包 人家这叫水馅整点 听说在宝定有一家和咱天津狗屋里包子齐名的包子铺 我这包子的小大人必须去尝一尝 看看味怎么样 看见了就是这 白韵章百年老店 你好 三位 来的有点晚 人家两点必餐咱抓紧时间 百年老字号 武术名家白韵章 菜还是挺多的 清真菜 最有名的就是这包子了 白韵章包子 精品包子 素三鲜牛肉包子 还有羊肉包子 精品的是啥 您不要点精品的吧 精品的没有了 这有啥呀现在 素三鲜一剃 然后牛肉的一剃 凉菜还有吗 你都不买了 必探了 就有包子了 啥都没有了 咱就吃包子 等会 现包的包子来了 两剔 一剔牛肉 一剔素的 不说别的 咱先看个头 这就比咱天津包子大 是吧 大蒸饺好像 素馅看的也不错 也不知道他们这包子 为什么能和咱狗不理其名 尝一个啊 哇塞 看着啊 咱们这叫水价大包 人家像水价蒸饺 哎呀 看这大牛肉丸 我的天哪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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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皮 面皮也是特别筋道啊 又筋道又有韧性 见过这么吃包子 分着吃 先吃别人再吃下 哇塞 好吃 你看的牛肉馅是一个牛肉丸啊 但是特别嫩 很软嫩 特别香的牛肉香味 哇塞 太香了 我能听到你吸汁的声音 看看这牛肉馅 特别嫩啊 里边也是饱含着那种汁水的这种馅 小肉丸 嗯 吃包子不吃饭 香味少一半 牛肉没有任何的怪味 就是那种肉香味 也不像那种乳牛肉的那种味 就是蒸出那种牛肉的香味 然后含着汁水还有油 好香 来吃这包子千万别忘了这个醋啊 这也是人家白云章的特色 叫桃香醋 用桃花做的醋 也不知道啥味儿 酸甜 酸甜 不太酸 不像那个陈醋 就是特别酸那种 有酸味儿 但是还有点甜的滋味儿 你怎么尝那个素的呢 有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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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尝素的 先把牛肉的吃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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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我 这刀不能浪费 一具八个 25 我觉得真行 关键人家这还是牛肉的呢 八个 25 这个我觉得真行 还有俩肉的你还能吃几个 人家包不了了 还能吃五个 这俩都给你了 吃不饱也就这么着了 人家下班了 尝尝素的吧 肉的不够 那小子一个人吃的 韭菜鸡蛋也行 但是和那牛肉的贴上地上就好 不是说它不好吃 味道上来 实在是人家那个肉的好吃 太僵了 这大虾仁 看下吧 韭菜鸡蛋虾仁 这素包的一剂才18块钱 我觉得真行 这包的皮应该就是完全不发面的 死面的 但是吃的很筋道 牛肉都没吃够 等人晚上营业再来吃一种 两剂包的一碗小米粥 一共花了50块钱 太行吧 我觉得 唯一的小遗憾没吃够 人家来晚上下班 牛肉包的人家都没有了 当时还觉得说两剂应该够 结果一下 我儿子家发威了 完全没够吃 晚上必须来了 再来一对糕 行吧 就这么着吧 喜欢小黑的小人点关注 小红星点赞 别忘了 拜拜